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密格大叔 那這間造季菜肉餛飩大王 就是在剛剛那個桃園街老王季牛肉麵的附近 這裡寫的是桃園街5號 那網友很推薦這一間的菜肉餛飩 菜肉餛飩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小姐那我要一個小碗的菜肉餛飩這邊吃 對 先付錢嗎 對,要先付嗎 吃完再付錢 好,謝謝 那小菜1分30元 它小顆的話是六個菜肉餛飩 123456 上面就跟這個 我之前常吃那種溫州的類似 上面有蛋絲跟海苔絲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芹菜 芹菜段 好,你自己進去開好不好 那湯頭喝喝看喔 那個氣窗,就是那個空檸的窗子打開 嗯 湯頭還不錯喔 感覺上是,感覺上喔 是大骨湯 好像還有冬菜的味道 但是沒有看到冬菜 不知道等一下在下面會不會找到喔 哇,榨菜喔 應該是榨菜絲 應該是榨菜絲 豬骨頭跟榨菜絲 還有這個芹菜吧 那 湯頭蠻不錯的喔 湯頭就很清甜喔 我覺得蠻不錯的 那個湯頭就給了一個蠻好的印象喔 然後它這個菜肉餛飩真的蠻大顆的喔 滿滿的一個湯匙這麼大喔 那就把它 想辦法打開來看看喔 咬開的肉餡是這樣喔 那剛有跟店員詢問一下喔 那這個菜是青江菜喔 然後跟一些肉末在裡面喔 感覺蠻好吃的喔 就很清爽的感覺 然後 內餡有一點像水餃的感覺喔 那我把它倒出來 很扎實喔 好像應該就看得很清楚喔 這個蛋絲弄掉好了 很扎實的這個肉餡喔 它這邊主要就是這個菜多 菜多肉燒 然後就是一個很清甜的味道 我覺得蠻不錯的喔 重點就是這個吃起來就是一個 濃濃的外省味啦 很好吃 網友推薦的不錯 這邊講這邊算了 我覺得這個甚至比剛剛那家牛麵好吃 然後這個內餡吃起來有點像媽媽做的味道喔 嗯 很不錯 雖然我是已經有3碗牛麵喔 那事實上我大概 我個人的味量 食量的話 大概點一個中碗的就吃得飽喔 那女生的話 我就建議妳就點小碗就好 不然 這樣子很大顆喔 分量很足 妳可能會吃不完喔 那很好吃這樣喔 好那這間店分數我要給他 連這個接待很親切喔 88分 還不錯 那最驚豔的就是這個菜肉餛飩跟湯頭 好那很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喔 很有特色 然後也很好吃 然後裡面也是有冷氣這樣 好那這個是裡面內用的Menu喔 不需要吃到大碗喔 大碗分量太多了 好那最後這是這一間店的名片喔 我覺得蠻好吃的 造季菜肉餛飩大王 然後地址在台北市桃園街5號 好那這個是名片的背面喔 這邊大概有寫說如果妳是買生的 然後怎麼去煮這個餛飩喔 好也可以 喔也可以 應該算是宅配啦 好那各位來就祝妳用餐一塊喔 好掰掰 然後去找我再買生的菜 吃太大碗 這可以吃喔 大家的病人 妳們把酒店走過來